在我们福建平南这边的山里 长有一种很有特色的草 我们当地人就称它为两头顶 老一辈的人如果上山有看到它 都会打一些回家 现在跟着我的镜头 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 大家看 这个就是两头顶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植物的特点就知道了 因为它的两头都会往土里面装 因此在我们当地 就给它取了一个这样子的别名 它的学名其实叫附水草 是一种悬生科附水草鼠的 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 整个植株高可以长到一米以上 叶子护生叶片子字 成这种软状披针型的 你看它的边缘有这种偏斜的 三角形的锯齿 每年的6到9月是它的花期 它的花就开在这个叶叶间 是这种碎状的花絮 完全开花的时候 你看还非常好看 很有特色 如果把它种植来观赏 也是非常不错的 它的全草都是有要用价值的 所以老一辈的人上上如果有见到呢 都喜欢拔一些回家 像甘木石仪 闽东本草 还有白草镜等等 这些里头都有记载它的要用价值 野生的护水草喜欢生长于一些林下 林园草地或者是山谷 阴丝的地方 在我国呢 主要丰富于江苏 安徽 浙江 江西 福建 以及广东等地 它底下的根呢 是须根 根的表面 密生一种淡黄色的龙毛 金的匍匐 蔓延生长 而它金的两头啊 都会生入到土里面生长 因此在民间呢 也会叫它两头羹 两头爬 或者两头脏等等 这些主要就是以它的形态命名的 还有以它价值命名的比方说 叫丁川草 上穴当 也有叫道地龙 叶下红等等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不管是哪一种草 在不同的地方 或者不同的书上 它甚至都会记录有好多的别名 所以呀 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不了解 单单只是听它的别名 可能还以为是一种陌生的草 其实在生活中 我们经常呢 都有接触或者见到过 富水草 大家记住它的样子了吗 在你们家乡的山里多不多呢 快来留言区一起留言探讨 好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植物知识的朋友们 大家记得关注我 下期将给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我是兰兰 我们下期待会